一名老阿摩昨天上午10点左右骑脚踏车误闯台86线东西向快速道路 老阿摩骑在东向4公里右 一路往湖内方向骑去 一位正在待命的拖吊车司机发现后 为避免老阿摩被其他车辆撞到 于是牺牲自己工作赚钱的时间 一路跟在他的后面保护他慢慢地前进 最后从交流道回到平面道路解除危机 好心司机将画面上传到抖音 网友纷纷大赞 感恩有学长你 虽然很危险 但你真的很贴心阿摩的烽火轮 好人一生平安